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你的不同 不是说要100分 但我很想让大家听到我的进步 所以就叫Kennis 歌曲强一点,去爆一点 在作曲方面或者技巧方面 其实是特别跟监制或者作曲人 Kennis是谈出来的 我要这首歌被人听到 我不同了 对,其实跟舒文聊的时候 很想要一首 譬如《质填色》或者《圈仔》 他们很多这类型 比较爆的歌曲 我很想有这首歌 所以就不断地跟舒文 你帮我吧 舒文就说 不如你跟Kennis一起去写吧 大家坐在一个琴面前 坐在一个晚上 不断挑战自己的音域極限 就出现了这个曲目 算不算是你最难度高的一次 算是 在一个音域方面 因为其实… 有阶段 在录音之前 我都问Kennis 不如我说半渡吧 我真的害怕 但你要戴上头盔线的 是的,但她跟我说 不是,你试试的时候可以唱到的 其实你走音 你唱高了,不是唱低了 就是这样跟我说 你的阶段是有在的 有的,但要很稳定 也是一回事 但这次真的要逼自己 也算是自己极限的了 是的 所以其实唱完之后 是很满足的 唱到入录音室 是的,成功了 为什么能唱到的 那一刻是… 终于感受到自己 努力的回报 对自己 好像小朋友玩游戏 原来我做到的 原来我可以这么阔 一级一级挑战 是的,那个新的一个领域 或者一个画面 我觉得很开心 之前上来和你聊天 都说 其实不想再唱冰歌的感受 幸好这首歌 Yman和孙文解读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首 两体的一首歌 一边是说控訴的母亲 一边是说很痴戀的部分 其实都已经很极致 对于冰 其实是超越的 所以我不跟自己说自己是冰 我是一个情长孝子 我一定要… 那个名号一定要够大 这样 背后隐藏 可能读者或者歌迷解读 是 可能是 但是其实在大家 在你们创造团队的心目中 是昇华了 层次不同了 是的 我不是冰 虽然还是在做冰的事 但是那个… 那娘娘已经升格成为什么 娘娘已经升格成为皇母娘娘